本周五晚 竟然把顺子的代表作回家唱走了音 终无缘三甲 然而更戏剧化的是 曾遭林志炫痛批唱歌过于煽情的杨宗伟 居然以同样的深情演唱将其击败 其实林志炫和杨宗伟接下梁子的事还要追溯到六年前 那时杨宗伟参加第一季唱歌选秀节目时 林志炫曾担任评委 当时林还说杨唱情歌全是方式过了头 如今风水沦流转 杨不但同样以PK歌手身份和林平起平坐 甚至不需要选自己的代表作杨宗 而是挑战翻唱潘岳云的《最爱》名列第二 算是让林志炫输的口服心隐服 据了解 虽然此次半决赛将不会淘汰选手 但是会以40%的比例作为总决赛成绩的一部分 如此看来 观众的投票数比起名次就显得更加重要了 那么除了彭家慧和林志炫 黄岐山也是不容小事的 凭借模仿苏蕊出道 一度还改名苏山 这次黄岐山要来猛的了 唱一首苏蕊的代表作《一样的月光》 在《我是歌手》的舞台上 摇滚始终是不可忽视的力量 曾两次垫底又两度逆袭成功的周晓鸥 在本场半学赛中将改编电影《狮子王》的主题曲 Can you feel the love tonight? It's enough for this restless warrior Just to be with you 编导还了解 新小棋也做了参加《我是歌手》以来最大的改变 将不走寻常录的演唱歌剧猫的选段 Memory 而雨泉则将出动《我是歌手》有史以来最庞大的乐队伴奏 而且还将加入许多没见过的表演元素 演绎Beyond的经典曲目 大帝 此外 总决赛将由汪涵和炯接班 看看他们怎样站好最后一班港吧 编导还了解到 这次半决赛是击分